好 接下來我要提到 剛剛這個大謙哥也有特別說了 其實這個案子已經有長達7年之久了 法院特別提到相關的監聽議員 還有搜證的照片呢 都已經詳如眷內所示 所以認為沒有積壓的必要 好 那既然都已經發生這麼久 而且還有監聽跟搜證的照片 那為什麼要等到 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才啟動呢 好 這個就是來自於這個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陽明哥他所提出的疑問 這個問題我問一下這個 前立委撥震亮亮哥 對 因為他後來看到那個夾雜的市政 有他們那些單位 就是台塑那些人進去那個辦公室 就是他的官邸的照片 對 所以事實上 應該是有申請要搜查了 被擋下來 那被擋下來 當然就是要去查 到底當年是誰造成這個司法障礙 坦白講這個 賴清德上來如果有所改變 當然就是 總檢察長跟法務部長 因為像這種案子 要去搜查縣市長 一定要跟主任檢察官打招呼的啦 所以這個不是陶檢的檢察長就能決定的啦 大家跟上面報告 一定是上面叫他不要搜索啊 一定是這樣啊 據我瞭解聽說調查局也是這樣 因為調查局就覺得我已經拍到照片了 所以接下來我要去搜索啊 要去約談證人啊 那都被阻止 7年來 2017到現在 7年來都被阻止 都被阻止 所以要不要調查蔡英文是不是司法障礙啊 因為你去想一想嘛 賴清德520上任 然後6月就約談那4個證人 然後那4個證人就立刻都承認了 他們也不隱瞞 然後都收押 就只有那個楊仙 因為年紀很大90歲 所以就放他走了 就表示市政非常明確 而且他們手上有照片 所以只是約談而已 那7年來這個約談程序都不能啟動 那誰在押呢 這顯然不是賴清德押的嘛 就是 他們這次決定要啟動 然後總檢察長沒有檔 主任檢查沒有檔 法務部沒有意見 就是這樣啊 那你就看賴清德講什麼話 賴清德後來說 打炸樹灘掃黑 是 這個未來要做的重要的工作對不對 他說為了國家的生存啊 社會的重建啊 他最後講了4個字啊 不得不然 總統幹嘛講這話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賴清德都很踴躍發言 其他事情他都沒有講 對啊 而且他那天是要跟林俊縣 根本就不是這個事情在跑基層啊 是不公開行為 他自己跑出來講 所以我坦白講他心裡有數很久了啦 可是問題是 他沒有上來之前 他沒有那個權嘛 然後520就職6月 對 因為我跟你講啊 陶檢這個檢察長余秀 那個 他叫余秀 余秀什麼 余秀端 余秀端嘛 然後那個檢察官叫陳嘉義 這兩個人個性都是很剛直的人 他們早就想查這個案了啦 我跟你講啊 7年前就已經有照片了 所以我認為他們早就想約談了 可是被押住嘛 我相信搜索也被押住啦 就是不能啟動嘛 結果我這次那個 陳嘉義啦 就是那個檢察官啊 其實這次要 為肯定他啦 他就發現有機會了 鄭文燦不是7月6號 7月6號回來嗎 7月5號回到台灣嘛 從日本回來 7月6號早上5點就去他家了 早上5點了 那7點鐘 鄭文燦就進 就進去應訓了啦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真的就是過去7年 黃陽明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啦 就是說為什麼 明明市政充分 為什麼不能約談 7年來都不能約談 那 我認為蔡英文已經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了 這個 這個還有蔡英文所任命的 總檢察長 法務部長 都應該要回答這個問題啦 就是 明明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那結果你給 我坦白講我認為這個叫司法障礙 那這個 這個嚴格講這個 這裡面 這是要有人負責任的 亮哥我來問你喔 你說7年來 除了有司法障礙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其實賴清德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好既然他沒有權利啊 他沒有權利 但是他為什麼還要任命 鄭文燦為海基會董事長 有人說呢 先把他放到一個冷牙門去 然後讓他降低戒心 然後那個媒體不是說是 蔡英文插隊嗎 他那個時候還不能得罪蔡英文啊 因為他才剛就職啊 那因為海基會董事長是6月初才任命的嘛 那他本來要任命吳峰山嘛 就是台南幫的嘛 結果蔡英文就插這個人進來啊 說這個執政團隊不能沒有鄭文燦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賴清德在不敢得罪蔡英文的情況下就答應了 對啦 因為坦白講海基會也不重要啦 事實上他不願意讓他入閣嘛 你可以看到嘛 他沒有讓他入閣嘛 所以我認為他心裡有數 認為他有事 因為這個一查下去就知道 而且我相信 以賴清德的司法的人脈他也問得到啦 說你看這個會不會有事 那既然知道會有事 怎麼可能讓你當部長 而且鄭文燦當過副院長 他也不能做太小啊 對不對 所以只能夠往副院長以上的位置去找啊 所以確實沒有幾個位置能做啊 那 所以我跟你講啦 事實上 我們應該廣益講啦 就是當年 當年這個 曾經這個 成為賴清德障礙的人啊 心裡可能都瑟瑟發抖了 這只是鄭文燦比較明顯 因為鄭文燦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 就是他如果不是他的論文出問題啦 坦白講他搞不好就是呈現了那個位置 他就是行政院長不是嗎 那出論文出了問題 小英還這麼愛護他 還讓他當副院長 你就知道小英多喜歡他嘛 本來大家的傳聞就是他要當行政院長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接黨主席 接下來就是他要選總統啊 那輪得到你賴清德 可是這個有天意嘛 天意就是說 哪裡知道你的論文會出問題 這個 我不是記得是誰爆料 不是王鴻薇啦 不管啦 這個就是天意啦 那 接下來就 你這個副院長要上去當黨主席難度就變高了嘛 那我是認為賴清德 一直都 對這個事情保持一定的懷疑啦 認為他有事啦 那事實上他們兩個關係本來就不好啦 因為做事情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彼此不欣賞 彼此不欣賞 據我瞭解 鄭文燦也不喜歡賴清德那種風格啊 231天不進議會 這個鄭文燦不能接受 鄭文燦是 比較圓融的 不只啦 不只圓融啦 有求必應 他是到達有求必應的程度啦 這個大街一定知道啦 所以為什麼藍營啊 無黨籍啦 黑白兩道啦 都跟他關係那麼好嘛 他真的有求必應啦 就是 他是熱心幫人家解決問題的人 他是這種個性的人 所以關係就極端複雜嘛 比如說連那個 我們後來說 同意他交保的那個法官啊 連那個法官的爸爸都是他的朋友 你想一想 人脈大到這個程度也是罕見啦 說實在 一直到晚上11點還在跑通啊 你哪裡見過這種人 就是這種人嘛 他可以跑到凌晨2點 是啊 還有原住民 因為看過他很多故事啊 他就上山 努力幫原住民裝網路啊 還要去協調電信公司啊等等等單位 所以原住民也很支持他 就是 就是 坦白講他就是 有點像宋楚瑜啦 海派 不是 就是宋楚瑜也是有求必應 認真嘛 認真啦 可是 宋楚瑜沒有像他這樣 到處都留下證據這樣啦 就留下一大堆疑點啦 你知道吧 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跟賴清德本來就彼此 互相看不對眼嘛 就覺得 那個從政有必要這樣嗎 鄭文燦也不認為賴清德這樣不好 就覺得他這樣太柯嘛 那 賴清德當然就覺得 你怎麼 好像誰都可以交往這樣 所以兩個人本來就 那 當然後來加上了蔡英文的這個因素嘛 因為蔡英文就是硬要扶植鄭文燦嘛 所以 就產生了很嚴重的餘量情結啦 明明兩個人都是新潮流的 可是就是兩個極端的type 那那個過程當中 當然就有一堆人去幫鄭文燦嘛 尤其是在2019年那一次嘛 我認為賴清德 大概心裡面都記得是誰的 現在害怕了